台湾景气到底好不好呢 尽管台股续创27年新高 市场资金动能充足 但量能却没有相对喷发 国内中央大学研究团队 抢在国发会公布5月景气灯号之前 公布6月份消费者信息指数调查 整体为77.76点 较上个月下滑0.35点 识者解析 发现内需消费信心 民众依旧相当悲观 甚至尚未有明显迹象复苏 台湾将进入第三季出口旺季 台股连续26个交易日站稳万点 昨天大盘又创27年新高 但奇怪的是 除了股票市场一直独秀 民间消费力道似乎并未明显回稳 从2月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持平的状态 就是外热内温或者外热内冷 最大的问题 恐怕就在民间消费信息出现警绪 6月消费者信息指数CCI 总数77.76点 较上月下滑0.35点 代表内需消费信心的多项指标 包括未来半年国内物价水准 未来半年国内经济景气 未来半年就业机会 未来半年家庭经济状况 调查结果都比去年同期来得下降 代表民众对经济展望相当保守 我觉得现在台湾比较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内需的部分 距离我们的乐观水准的转折点100点 其实还有蛮大的距离 所以现在其实还是处在严重的悲观 研究团队指出国内政策干扰等因素 包括一例一休年改纷纷扰扰成为不利因素 目前的那个政策 其实是跟拉台内需 还是有一些那个不一致的地方 像譬如说一例一休 或者是年金改革 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般民众对未来的预期 内需市场回温恐怕还需要耗长时间 此外学者也点名夏季供电吃紧 影响企业投资力道 都是不容忽视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